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快要去駕放了 五一嘛 當然不是我們 人家內地的 黃金周 周圍去玩 其實香港人想去玩 幾時都可以 很多假的 每個人都有很多假 有些更加 我拿池去旅行 這麼久沒有去旅行 你會讓你去哪裡呢? 現在說一下 你見到政局這麼穩定 原來世界上有10個國家 是去旅行最危險的 我告訴你 你不要去這些地方 是不是真的只有10個國家呢? 你問我呢 我覺得不是 不止 不止這10個國家 但是儘管看看哪些10個國家 其餘的一起再研究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否則稍後去錯了這些地方 真的危險經意在前面 當然 有人覺得全球有哪些10大國家 是不值得去旅遊景點 或者去旅行 有人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最緊要 像以前那樣 走遍風火大地 電火連天那些地方才好 有些人很喜歡去這些地方 不怕死 人一輩子一輩子 經常都說一句話 沒試過 很多東西都沒試過 好像近期那樣 在日本那位消防員 是否沒試過日本會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 不知道他什麼事 這麼近火 出去買個飯盒就是這樣 有些人很好奇 對於世界各地 由於他沒見過 或者隔了那麼久 很多東西都會很新鮮 但有些地方 就算你很新鮮也好 你都不值得去 我們看看 究竟 這世界上有哪10個國家 是我們不值得去 正所謂你有錢 錢多 不如派給大家 不要浪費錢去這些地方 隨時就危險了 說到這個世界上 有10個真正危險的旅遊國家 其中第一個 就是也門 為什麼呢 我相信這些地方很冷門 會不會有人去 有人的 因為可能會看別人的風土人情 可能是建築物 不過老實說 感覺上 好像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會去 為什麼不值得去 這麼危險 說到15年年初開始 也門 都一直受於 在這個叛軍控制之下 經常有內戰 其實很多政府都呼籲大家 不要去也門旅遊 因為暴力衝突和恐怖活動的風險非常大 其實我覺得整個 中東地區都危險了 好了 第二個 菲律賓 你去吧 菲律賓 香港人是不多怎麼去的 老實說 大家相信 見過 看過 那篇新聞 是不是 我們這麼多香港人 命送在菲律賓 那個地方 我不相信大家會值得去 好了 說到菲律賓 他擁有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 有多得天獨厚 老實說 但是說 安全甚憂 零零星星的恐怖襲擊 周不時都看到 旅遊的人士 所以菲律賓 所以菲律賓 這個地方 都不是一個值得很去的地方 這個排名 其實有人說 根據什麼呢 在網上 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統計 有些分數 他們計了出來 哪幾個 十個國家 最頭十位 是最危險的 所以菲律賓也是榜上有名 不僅是我們香港人 有個有色眼鏡 人家在國際上 有些統計數字 基於不同的種種原因 好了 第八個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這些都是很冷門的地方 香港人 有些人會去 真的會去 他們會去 想看看別人的風土人情 但是 巴基斯坦不用想 因為他們的宗教 經常都有衝突 加上有些什麼恐怖主義分子 說到這個地方 經常都有這些不同的戰爭和騷亂 所以 也說到很多平民 因為這些衝突 會死亡 所以 都是不值得建議去的 好了 這個地方 就不說中東 不說成了 很久沒聽過 哥倫比亞 世界本經常聽得多 在南美洲 南美洲 大家都說 很危險 南美洲的毒梟 很誇張 尤其是巴西 很狼胎 說到 哥倫比亞 在繁榮指數上 其實不差 但在安全方面 真的很低 因為 剛才我所說 那些毒梟 和政府之間的衝突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導致排名極低 而說到這個地方國家 貪腹問題很嚴重 所以 大家其實去這些地方都要小心 無謂 你知道 很多人 無緣無故被人 撿到一旁 就殺了 他們那些是很恐怖的 黑幫 很厲害 有些有小型軍隊 連政府軍都不夠的鏈 像美國 Donald Trump 經常說 他到他上任後 就一定要派一支秘密部隊 去墨西哥那些地方 找平毒梟 你想想 他一出動 特種部隊 大家有時候看電影 墨西哥那些毒販 是很厲害的 他們是有錢到富可敵國的 他們有潛艇 真的厲害 所以 不要小看 逢是這些毒販 很多地方 那些治安 一定是比較差的 因為你又有毒販 又有吸毒的人士 看見遊客 人生路不熟 隨時真的是劏死牛 這些事情 真的不要去 好了 蘇丹 不用說了 蘇丹 蘇丹 紛紛撤橋 不需要我講 現在看到 這個情況 不要打算去 沒得搏 另外 就是尼日利亞 尼日利亞 非洲 其實非洲 有些地方 是否真的 很多地方都不值得去 因為非洲 有些人喜歡看野生動物 大草原 很棒 看動物大千里 很棒 但是 其實非洲人口大國 尼亞利亞 是不安全的 更加 因為他們有些 宗教問題 發生過衝突 而且尼日利亞 這個國家 更加想 內亂 因為想消除 西方國家 對他們的國家的影響 經常由於這些事件 導致那些國民 對一些外國人 深存仇恨 也會在這些外國人 經常光顧的地方 進行綁架 和恐怖襲擊 所以 也告訴大家 這些地方 不要去 有些人說去南非 搞一些礦場 海彩礦 有人說 南非 也很繁榮 有人說 南非 首都先大危險 很危險 光鮮底下 其實那些治安極差 這件事 其實天下 都一樣 好了 有沒有人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請我都未必去 阿富汗 阿富汗 大家都知道 裡面又有恐怖組織 拉薑 拉燈 類似 又窮 一窮二百 又多恐怖分子 又多自殺式炸彈爆炸 偶爾有些仗 你不會去 你也不會去 跟伊拉克一樣 伊拉克 你會不會去 不會去 尤其是美軍撤出了這個地區 十葉派 自己內戰 所以 有些恐怖主義 跟不同的宗教 在裡面 鬥爭 這些地方 都不值得 大家去旅遊 另外 說到 非洲另一個國家 就是光果 雖然一個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 但是政局不穩 導致到 他們裡面的國家的安全 都非常令人憂慮 說到裡面 經常出現 殺平民 搶劫 奸殺 等等 綁架 這些都是很常見的 還有 就是中非共俄國 所以告訴你 其實非洲 很多地方都不值得去 但是說到這裡 我覺得 全世界有哪個地方平靜 就是反過來 你等同 有些內地女生說 我不要去 很亂的 你看 韓國也好 韓國那些也是 偶爾弄一兩單 那些老粒 或者踩死人 你一人就說 比較 除了那些 庫哈蘭打仗 那些不說 剛才說的 非洲那些 經常強姦尼亞利亞 那些老粒搶劫 你泰國不危險嗎? 泰國也危險 然後說緬甸 KK園區 又說緬北 湯死牛 一樣都有 其實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是危險的 那你說歐洲 歐洲危險嗎? 歐洲一樣危險 法國那些 專對遊客下手 說得很厲害 有些是打架 美國經常爆槍擊案 全球能說出這麼多個國家 有哪一個是平靜的? 日本 你不計香港人的消防員那一宗 偶爾弄一宗 刺殺行刺事件 爆炸案 擁有些不公煌 也一點 另外的地方是危險的 respondents說 代理或者去台灣 台灣 武 Bhar? 你沒有看到新的? 有空而一槍 就可以雙槍 排妝 jms 這位呢 警察會說 那北韓 反正是北韓 你可能要安全一點 怎麽麽呢? 因為 一定aud bringing 金正恩 源那種統治手段 其實去北韓旅行 如果有看過一些紀錄片 有些人去過,他們都說過 其實你要跟一些指定的旅行團去 你不能說走進去就進去 所有事情都要跟著他們官方去做 他們有人帶你 指導明說到哪些地方是不可以拍照 見到一些領袖像要鞠躬等等 他們是一個方向帶你走 某程度上感覺好像那些比較穩陣 你不要以為北韓危險 反而可能那些地方比較穩陣 但是打仗其實南韓也是危險的 你隨時不小心 金仔飛機飛彈過去旁邊就是 開兩炮旁邊就是 是否真的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 其實也不是的 在字面上有些地方好像很和平 剛才說沒有一個地方和平 我都不知道全世界有哪個地方和平 其實大家有沒有找到一個廣東店 有些什麼地方會平靜 說不出 哪些地方可能你都不認識我都不認識的地方 鳥無人煙的地方就是和平 人是萬樂之源 有人的地方就有事端 一定是的 大家會為了利益謀財害命 所以越發達的地方就越危險 當然 有人說不是的 關乎人民質素的問題 其實人心目中也有魔鬼 就像日本一樣 近期爆出有多少古靈精怪的事件 例如那些抖音一響父母白養的事件 那些年輕人走去乃士猶瓶 很多有些碎屍案件等等 可能疫情過後人都變了質 這件事是真的 你把心裡的魔鬼都浮出來了 我們看看 如果根據報告上 有一些和平指數比較高的地區 可以建議大家去 但是 它是說2022年 即是去年的數字 今年你看看 如果這些數字或者案件比較一下 隨時可能會有變動 派十大裏面最後的 日本 剛才說過日本 這樣 因為根據日本的犯罪率偏低 人身安全也得到高分 你看那些官員 經常被人暗殺 是世界上最適宜的國家之一 天災 還有天災 那些核廢料 所以這個位置上 立即要想一想 好了 新加坡 新加坡 好像真的比較低 因為他們也有重罰 對吧 所以 說到它也是比較適合去旅行的地方 好了 第八位 捷克共和國 捷克 捷克 都是不是低罪犯率 他們是這樣寫的 他們的生態清潔度排名也很高 尤其是在布拉格 在21年吸引了超過240萬名遊客去玩 捷克 這些地方都會有人去 其中還有 斯洛文尼亞 就是歐洲最環保的國家之一 被認為是最移居的地方之一 OK 那斯洛文尼亞這些 可能 人少些 地帶脈搏 摩擦少些 也不奇怪 好了 葡萄牙 葡萄牙 就說是一個比較移居的地方 雖然葡萄牙歐盟債務負擔最重的國家 但是說到遊客聯群結隊這樣去呢 是不是看看斯洛 可能吸引到有些人就在那裡定居 奧地利 奧地利也是說到一個世界上最適合去的國家之一 因為說到在和平 犯罪率低 以及移居性方面 都是得分很高的 而說到維也納 也是國際組織的所在地 包括十幾個聯合國機構 聯合國機構多 就代表和平 我覺得還是要看看生活節奏 因為有些地方生活節奏很急速 那些人 好像香港的人 那種心態很暴躁 有些人很悠閒 很舒服 節奏很放慢 很放鬆 雨勢無爭 自然那個地方就成為一個落土 好了 丹麥說到人權和清潔度都得分很高 說到清潔度 現在有人說內地 很多地方已經少了很多垃圾 少了人吐痰 甚至比香港還要清潔得多 一點點 我看一些地方 都是那一句 不是全部 但有些位置上是比較清潔的 另外 第三位就是都柏林 都柏林 是一個擁有很多科技巨頭的歐洲總部 這個地方也是值得去的地方 第二位就是新西蘭 新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 雖然生活成本高 但和平、安全、幸福方面的排名很高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值得去玩 很悶的 當然 全部都是花花草草 又是與世無爭 所以你說少一點人 少一點紛爭 是對的 好了 冰島 冰島被譽為幸福國家之一 當然了 天寒地凍 凍到什麼火都沒有了 縮在家裡 像西伯利亞人一樣 所以你說這些地方 有好有不好 其實都是看人口密集程度 你問人口密集程度 越少 越低 矛盾的磨擦都只會越低 經常都說人是群體生活的動物 但是你逢是群體生活 都會出現很多不同的磨擦 言語之間 肢體之間等等 周遊列國的我們 都要適合選一些好的地方 甚至大家留意一下 近期日本這件事搞得這麼嚴重 會不會到時候日本不歡迎香港人 都要再看看相關的媒體怎麼報導 因為現在內地小熊書的人都說 拍攝了 影衰國人 這宗風波也是一個大風波 無論如何 最重要是出去玩 要小心 照顧好自己的財物 特地和內地女兒來香港 都有不見的 其實這個世界 都是很難有一個樂土的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